大家晚安 欢迎持续锁定 前期大头条 我是高玉玲 今天的新闻重点 我们先来看关键这一秒 裴洛西对接承诺访台了 国台办也认证台美交好 不过中国当然要出手 为台要连三天军演所海空 黑铁 面板 还有Seven的荧幕都被害了 斥责裴洛西访台 但赚钱是不是真的不容易呢 艺人们纷纷表态挺一个中国 裴洛西真的会跟刘德银毯晶片吗 台积电倒是始终封口 但今天国家队出动护航了 台股利手越线 稍后都会有观众报道 先来关注的是裴洛西的访台行程 在今天上午 帅团访问到了总统府拜会蔡英文 那么也为了要感谢裴洛西 长久以来对台湾的坚定支持 蔡总统也特别颁发了勋章 甚至大赞裴洛西是台湾的坚定盟友 只不过现在对于中国 日渐升高的军事威胁 蔡总统也强调 以台湾的角度来看是不会退缩 一定要接受民主奉献 裴洛西也站稳 借她表明她的挺台立场 重申美国会致力于保障台湾 以及世界的民主 只是对于裴洛西的访台行动 以中国来说已经全面升高 军事方面了还宣布要在台湾周遭 从8月4号中午开始连续三天进行军业 而且划定的范围是有侵入到五国的领海 锁定的也都是平常的往来航道 那么恐怕这影响真的会还蛮庞大的 那么专家也进行分析说中国现在祭出这样的举动 是把整个印太地区的第一岛链 也划入自己的演训范围 等于是公开挑战 由美国主导的印太秩序 不过有一点点尴尬 是上头的英文标语居然都拼错了 连裴洛西的名字也没有写对 让主席白狼张爱乐有些尴尬 只是来关心裴洛西这一次的访台活动 引起中国政府的关切 所以艺人们现在是不是也担心被盯上呢 像是有歌手Hibby天赋之间 他po了一个吃意大利面的照片 也被出征 为什么啊 原因是因为中国网友认为 这个行动是在挺裴洛西 因为他是意大利籍的 是不是有点无厘头呢 所以不少艺人们 大家是不是都感受到了一些压力 赶快在微博上面popo 纷纷的赶快去po文 表达对中国的这个感觉 也必须要告诉中国只有一个 看起来呢 大家真的压力真的还蛮大的 就担心遭到小粉红出征 甚至在中国封杀 没有办法赚钱 赚钱也真的不容易啊 不过面对工作 那是要兢兢业业的 我们带你来看 裴洛西这一次来访 公开发表谈话 不过呢 很多人注意到了 就是旁边负责口译的人员 因为居然四度去打断 裴洛西的说话 甚至笑出声来 但是因为毕竟这个画面 对我们台湾来说非常的重要 而且是全世界播送 因此网络上面舆论炸锅 认为这个口译并不专业 接下来持续关心的是 裴洛西的访台行潮 那么让台海之间的紧张情势 也跟着升温 外国媒体相当的关注 台湾如果真的面对战争 有做好准备吗 所以先前路透社 也跟排万安演习的真实情况 也介绍了像在台北 有超过4600处的防空避难场所 那么对于这次的裴洛西访台 在国民党内部 是不是他们的定调并没有讲好呢 像是蒋万安就表示欢迎 党主席朱立伦也定调党内的路线 叫做亲美爱台 也高喊着欢迎 不过还是有一些基层的立委炸锅 认为说这一次的外交出访 恐怕会造成两岸紧张 接下来带您关注这一位 这是对立委高家瑜施暴的林秉书 在交保之后又引发了争议 这是检警查扣他的手机跟随身碟 发现他靠着政商人脉 去做乔事情诈骗 其中甚至还去乔过了 台北商紫星的钢架 向德标商洪会集团表示 自己能够直通中钢的高层 当你觉得有点尬 拿出金兵吧 用金兵综合掉陌生的免贴 高层可以帮忙取得更优惠的报价 结果遭到了婉拒 他又试图利用监委的名号 去检举红会集团 借此勒索 但说到房子 现在房价高涨 但是新建案却依旧持续的再盖 我们带你来看上半年的 住宅类的建造量 又高达了8.6万户 这是创下26年来的新高数字 其实开工量呢 同样也都是创高的 有年增25.3% 像是台北有两年的增幅 大概超过了25% 高层更多了 居然有91.7% 看来新房真的很多 但问题是盖的多 也不一定代表卖的多 毕竟短期的市况气氛不太好 加上造价也贵了 所以就算是申请建造 还有开工爆料 但是推案却是显得相对的比较保守 但是要说保守 哪比得过北市信义区的这栋 超级豪宅淘租影员呢 这前前后后经历了10年去取得使用执照 产权登记 那当然也验者说这叫做艺术品 外传呢 这个一户290平 但是要价18亿元 等于算一算单平赚上600万 的确是非常的惊人 那么室内还有一部可以搭载跑车的超大型电梯 一直都迟迟没有卖 全案总共40户 那过去只有一户是自家人的买卖记录 还被隐匿下架了 不过等了这么久 终于在今年的第二季要正式的对外销售 那面对外界的质疑 投注影员啊 这个曲高和华 维京集团的主席沈庆金也不止一次回应了 他说这一栋对他来讲 他盖的是艺术品而并不是所谓的豪宅 看起来似乎有不被理解的无奈 那么集团另外一个指标 金华城呢 先前不是也席登求售吗 但是三度流标 那么先前眼看 连带案即将到期 又不想心血被同业标走 所以那个时候沈静晶还再度的出招 让集团旗下的忠实化去转投资 以300多亿高价抢标 把新复发给弃走了 那么当然很多人都批评说 沈静晶真的好像还蛮做自己的 那的确他在商业上面是真的非常有一套 在1970年代台湾经济起飞的时候 他来到了台湾 对商机非常的敏锐 他锈到了纺织品配额买卖 所以就直接成立了公司 短短三年变成了配额大王 年赚千万 之后1980年代 他在转进股市跟土地的开发 口袋很深 也成为了资本市场的主力之一 那么沈静晶也形容他自己 说一生都在冲撞体制 但是他从来没有后悔 接着我们要再来关心的是 这一次裴洛西来到台湾 那么很多的中国民众也展现崩溃的情绪 当局甚至还直接中断 美国行政专机降落时候的直播画面 不过对很多的中国网友来说 他们觉得政府是不是只敢只上谈兵呢 那么先前不是 大家还记得胡锡进吗 扬言说解放军要把他的专机给击落 那么现在在微博上面也赶快自圆其说 毕竟如果真的如此 那就叫做要开战了 所以中国之后会出现什么样其他的动作呢 还是国际间也都很关注 不过确实有人开始做了一些实质的行动 就是骇客 那么很多民众发现了在台铁的新左营站 萤幕墙被骇客入侵了 出现了大红色的点体字 那当然就是批评裴洛西访台这件事情 台铁人员也赶快把萤幕关掉并且报警 那么这一次裴洛西又来到了 台湾当然也见到了总统蔡英文 裴洛西表示说他访台 是要实现自己43年前的承诺 那蔡总统为了要感谢也特别办法寻找 那么这次裴洛西又来到台湾 第一站是公开前往立法院进行拜会 那么由立法院副院长蔡奇昌率领朝野总 那么裴洛西在今天中午也遮授了总统的午宴款贷 那么大家也很关注双方如何深化合作 那么照片曝光之后发现 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 还有董事长刘德英 以及何硕的副董都是坐上宾 那么立院党团总召科建民也证实 裴洛西跟刘德英双方一早就有讨论到 美国晶片法案 那么当然也凸显出台积电对美国晶片的重要性 但是现在中国方面的态度要全面升高 军事行动了 也宣布在台湾周遭 从8月4号中午开始要连续三天进行军演 而且划定的范围其实已经嵌入了我国领海 还锁定往来频繁的航道 那么专家也说中国这次的举动 可能也不只是针对台海危机了 等于把整个印太地区的第一岛链都划入自己的演训范围 公然挑战美国 中国方面加派的军舰也进入了台海靠近台湾的东部海域 那么在深夜还可以看到战机不断逼近台海中线 那对于中国的挑衅 我们的海空军也加派兵力去做 那么中共方面的部门 也解放军宣布了 要在台湾周边六大区块都要进行军演 禁止任何的船还有飞机进入 那不是就等于要形同封锁台湾周边三天吗 所以很多旅客也担忧 这班机恐怕会受到影响 像是桃园机场 8月4号已经取消了27个航班 官方是解释说疫情关系 但是专家也忧心 如果中共未来采取长期的封锁手段 那影响的层面可能会更广 不过交通部也说会再跟日本以及菲律宾协调 替代的航路 虽然说这次贝洛西访台的形状 一开始都是保密到底 不过他才刚刚前脚落地 马上就先发了三则的推文 表达他这一次访台的重要性 甚至也立刻po出了他过去的投书 可见其实早就已经先准备好了 直到关键的时刻 一等到落地才把它的形成公开 那么这次也有好多人关注到 贝洛西的掺达 感觉上真的也都很用心 在早上会见蔡总统的时候 穿的是全白套装 里面搭了很亮眼的蓝色的背心 甚至还有同色系的高跟鞋 那么后班勋章的时候 又换上了浅蓝色的口罩去做 搭配真的有很多巧思 那么这次贝洛西无惧中国的威胁 坚持来到台湾访位 那么当然也是要告诉中国用武力威胁 不会得逞 那当然也是为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特别在维护民主上面 畅下新高峰 接着来看台股 在昨天大跌超过200多点之后 今天开低 但是在平盘附近做震荡 中厂在台积电的拉抬之下 收在14777点 小涨了29点 但是成交量依旧是偏低的 今天来到了1748亿元 那么外资持续的出逃卖超 今天卖超了61亿 而至于投信则是继续买 继续挺已经连续29买了 今天买超16.6亿元 不过陪洛西访台 高峰的海峡两岸风险指数 当然也极深超过了80 原因是因为认为地缘政治 会影响台股短欠 所以高盛也先度的去调整了 台股的目标指数 从17600点 现在已经调到了16000点 投资平等还变成是 列于大盘了 看来的确是有一些担心在的 那么近期台海危机升温 麦芽的确也出笼 不过今天有全职股领军撑牌 像刚刚提到的台积电 今天占回了500块钱大关 涨幅有1.83% 而今天的台达电 同样也收在264块 涨幅超过了2% 但是中国祭出了经济制裁 还要包围台湾进行巡演 那在可能会影响航班跟运输的情况之下 今天的货柜三雄全面都是走跌的 中场都是下跌了将近有差不多一个百分点左右 那么一路的收黑 航空双雄同样也是跌得还满身的 我们就来看看华航今天下跌了超过百分之二 那么长荣航同样也是 看来的确是在这个时刻失去的信心 那么本土的投雇法人也做出了一个这样子一个假设性 说如果中国后续可能还会对台股有动作的话 那以台股来说当然会遭受到了冲击 假设供机的军机包围外岛 那台股的大幅震荡可能会回挡有百分之八左右 那万一在台海这边试射飞弹呢 也会下跌大概百分之五 如果只有军演的话 还好震荡幅度是比较小的在百分之二左右 所以整体而言如果局势没有进一步的扩大 法人认为台股应该是可以随时反弹 那到底什么时候才是进场的时机点呢 法人也做出了统计显示 说过去15年 Volvo XC40 Recharge 打造电车专属CMA龙行车体结构 4.6个月 那报酬率是在百分之二十四 这样子的数据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那么就来看货柜航运市场 现在新的黑天鹅 就是中国方面宣布要在台湾周边实施军演 所以船只也必须要绕道而行 所以呢能源运输方面也会跟着延迟 那么目前杨明海域的董事长 郑珍茂则表示 现在看起来还没有太大影响 那么裴洛西来台访问 开心过后就要面临一些现实的问题 就是中国要怎么做呢 首先先来看到的 就是先祭出一连串的制裁 光是禁止上百家的食品进口 就包括了各式各样的大厂 维格丙加拉锅 原意 维利 卫权 泰山企业 通通通都在里头 总共有193亿的品项可能都会受到冲击 接着又禁止天然沙对台湾的出口 从8月3号开始要实施 不过经济部则是表示说 这两年从中国进口的天然沙 只占国内需求不到1% 那么目前水利署的输具目标量 应该也可以满足需求 所以这一条目前看起来 影响国内是不大的 那至于台湾的柑橘类水果 则是被中国所多次检出 是有检疫性的有害生物 而冰线的白带鱼 还有冷冻竹甲鱼的包装 则是验出了新冠病毒 所以也通通都是被禁的 不止经济制裁 中国也对于机构表态 制裁台湾民主基金会 跟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 禁止中国的组织跟企业 去提供资助或者是服务 也禁止有关的企业负责人入境 动作一波波 接下来会不会还要再出招呢 我们可能也只能等着看 但是现在两岸经贸的往来 其实是已经非常密切了 所以工总也统计 台湾对中国的投资额占比 已经超过了25% 所以在这一波制裁当中 让很多的台商真的绷紧神经 不过说到了中国 中概股在美国接连遭遇下市的危机 可是上成数科这一档股票 却是一直独秀 才上市17天 股价就狂飙200多倍 好